Hello,大家好,我是施宇,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我秋天的新衣服第一波 我的秋季衣橱已经开始搭建了 这里面呢,简直就是有各种快时尚的 我觉得是值得发掘的宝藏 也有我去澳来逃到的那种沧海遗珠 所以我觉得在预算这一点上面 我简直是有做到满分啊,这一次满分 然后我也会给大家分享 我在这个北美的时尚镜头Target买的东西 我现在穿的这个白色的背心 跟我身上的牛仔裤都是Target里面 这个Universal Thread这个牌子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背心是白色 然后我现在坐在阳光洒满的这个晴天 窗边很足的光线下 有点透视感的光线下 我里面的情况也还比较 好像就知道我里面是穿的什么颜色 但是呢,它已经算是我买到过的 白色的内大T没有那么就是显色了 因为它这个质地就是一个厚针织的那种风格 厚重的,然后有型的 就是非常挺刮 比如说比起我之前在Target一直很爱的一款 这个背心 这也是抖音上面超火今年 这个A New Day的这个长款背心 比起来这个质感好太多 这个比如说这个的白色 哇,那简直直透了 我连穿个纯白色 铜色内衣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比如说里面的纹路这些 因为它的这个裁件又是有点短短的 所以对我这种有点矮的人来说就更加加分 因为就可以把我的比例扯得比较好 所以我就连买了三件 虽然Universal Thread是一个 我觉得认为在Target是一个比较宝藏的牌子 但是我好像买它的这个长袖衫就有点踩雷 这是一个新款 我也没在店里面摸过 我就直接在网上忙买 它的质地就是那种软支的 就会有点像这个A New Day的这个背心 这种就只适合就是做一个秋衣当内搭 然后同样的在我身上的这条阔腿牛仔裤 就20多块钱的牛仔 你能够期待什么呢 就真的是浪博 就它这个质地是浪博 这条牛仔裤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你看到它这些染色 就一条牛仔裤该有的轮廓 其实对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 它该怎么去染它这个颜色 这么廉价的一条牛仔裤 它会在这些细节上就会做得很糟糕了 所以你看这个腰边这是什么呀 这是然后裤腿片也是有一些 染得很一般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平时在家里面穿一穿还OK啦 但是真的就我觉得这一条是买失败了 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条牛仔裤就非常有意思 Banana Republic的 然后我是在它的奥莱店买到 淘到这个 这颜色也不错 然后它是直筒 直筒现在就是也流行 比较流行 宽松直筒就很修腿型嘛 就试了一下果然很舒适 就这个面料跟这个面料两个瞬间高下立判 这个裤子给我的感受 穿上的感受 然后修身的感受 整个的感受 真的不会输给 比如说像我去年逛第一次买那个 Ago Day这个牌子的牛仔 那个牛仔裤大家记得也是一个直筒的 那个要三百两三百块钱 这个只要十刀 这个奥莱店它的标价就是会离谱如此 就是它有时候会 比如说它本身可能是一百刀的牛仔裤 它可能先打一个五折 就已经一半了 然后如果遇到这种是甩卖清仓 它就开始会标一个黄标 甚至是红标 那天又遇到店里面在做 所有的sell extra additional 50% off 所以它就变成十刀 十刀我就带了一个可以媲美Ago Day 我以前买的那条直筒牛仔裤的东西回来 有时候会觉得零售业是有点好笑的 那接下来是一个 哈哈在美国生活 不仅target是时尚的镜头 久不久以后你会发现 TJ Max不可以错过 我一开始对TJ Max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真的就是走进去 特别是看它衣物类陈列的那个图片 会真的觉得自己在菜市场买衣服 就没有新衣服的感觉 但是自从在网上看到非常多TJ Max的 就是很夸张的那些彩妆的东西 打拒折 以及我也成功的挖到了好多宝 比如说Kate Somerville 就是女鬼精华那个牌子 我买了好多他们家的那个 女鬼精华跟面霜 拒折 拒折 然后什么眼霜什么的 我就开始关注TJ Max热 然后我这一次就去TJ Max逛到了 我觉得这两样东西 这个鞋子吧 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20刀 很舒服 第一次穿就没有打脚 另外一个是这个 长长的一件米陀色的珍芝衫 它的质地 它的这个阔形 其实非常不错 就没有什么廉价感 但是我现在一乍一穿 我就觉得有点好难搭 可能是因为这个颜色 并不是最适合我的一个米陀色 总之我觉得这个衣服可能比较适合家 像在家里面是那种lunch wear 就是穿着睡衣 然后外面搭一件 或者你坐飞机的时候 把它当成一个毛毯 塞在包里 就盖着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可以 就是当成所谓的outfit 就是穿搭的一个单品 这个可能是一个舒适单品 然后它也只要 19块9 OK 接着是一堆快时尚的单品 讨到宝了 那我今天给你们试的第一个H&M的单品呢 它是一条裙子 我觉得它这个裙子的风格比较像日韩风了 有点像Sneedle会做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一个毛线裙 它有另外一个颜色是灰色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会更加适合这个乳白色一些 有一个小小的 我觉得不好的地方是它有一点显胖 不过这种衣服你肯定外面就是到了秋天 也会搭一个至少是一个外套这样子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可以了 这个三双鞋好热门 有没有 我好不容易 这是网上就是sign up for那个提醒 它有货了 但是也不算很适合我的尺码 这双鞋大到这个是38码 我平时穿37码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充裕 它本来就有点不舒适 我已经感受到它肯定会磨脚 比如说这个地方 然后这两边 所以稍微大一点的话 会给我初次使用的时候的缓冲多一些 所以我ok啦买到38码 然后它真的好百搭 它成为网红鞋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比如说我现在身上这一套 我穿给大家这个横条纹的毛衣 这个横条纹是到肩膀的条纹都有的 然后它是这种V型领 然后它的颜色其实是有点小海君蓝的 这一件要到店里面去买 因为我帮大家查过了 它在网上已经断掉货了 然后我当时在店里面看到s号的时候 其实也合身 但s号它在店里面就被试穿之后有一点瑕疵 然后我也看网上没货了 所以我就说m号就oversize就大一点吧 大一点就大一点 反正就是到了冬天其实都无所谓 就是今年这种阔腿的 然后西装裤也真的是一个流行 我就想要找一个因为我本身下臀部就很宽大肥硕了 所以我不能再去找一个比如说它在腰间做多余的那种 一丝一丝那种摆折的那种看似去修饰你的肚子 但我又没有肚子离形身材是没肚子是有屁股 所以我就需要一个在腰间的线条非常简单 但裤型本身有一个很锋利的这个中缝 然后整个裤管是那种宽而大 然后裤管就会给你那种volume volume 来了来了 the row的风格就ok了 那这一条这种完美满足 而且这一条的质地是我在店里面摸了 就是H&M有好多好多条这个同一个风格的 它算是非常好的 虽然说它的裤长有点长 但是我们要的不就是这种妥地风吗 如果有了这种妥地风 你可以去找一点什么防水台的鞋子来穿 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了另外一双 我在奥莱逃到的好东西 就是这个UGG 去年被Bella Hadid带火的这个高防水台的鞋子 今年还是回春回潮了 网上的这个没有这个刺绣的原款 就是纯色原款呢 已经要卖160刀还断马 所以我去了奥莱正好有家UGG 我就走进去 我一看 居然有这一款 虽然它有这个刺绣 但是你知道吗 我要穿这双鞋子的时候 要么就是在家里面一脚灯 我下去遛狗冬天的时候 要么就是像这样子 我搭一个很长的裤管 它的防水台高度 刚好把我的裤管的问题解决了 那你说是不是正好就遮住了这个刺绣 那有就没有什么就是不就是那个风格不合适不匹配的问题 这样子看上去就as if是那个原款 然后这个价格居然只要70块 所以比那个便宜了一半 当即立马就买了这个有刺绣 这条裙子是唯一一件我从ZARA订的 我已经找这种摆折裙找很久了 我需要一个也是要质地非常的挺刮 然后没有什么膨胀感的摆折裙 里面是有裤子的 所以它也有一个安全措施 所以你可以穿拉很高也不怕走光 然后这个像是这样子的毛衣 叠穿叠搭在外面 你看一整个风格是不是又变得非常的雪愿 同时再配回这个Adidas Samba 哇 雪愿风很爱啦 这个裙子还有一个好像是浅灰色 我也推荐大家去看看 接下来的这个毛衣跟一套 这个裙子其实非常的没有多说的 就是一个那种西装裤质地的 简单裁剪小裙子 很百搭的我在H&M买 你们在脑海里面思索一下 像这种把腰间的形状做得很明显 然后袖子又扩有一种扩形 这种开缝的 然后它用的这个棉毛料 给整个加上了一个很厚重的质感 你想一下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去年到现在都很火的 Kate这个牌子的那个毛衣 原价可是要接近两千块 特别是它这个腰间的这个裁剪 你看这么大明显的S型 就like 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接近了 这个平T真的太到位 然后这件衣服有 另外一个白色 我为什么不推荐大家买白色 我当时试了 是因为它的这个领 这边做一个卷边领 那个白色的话会显得 这个卷边 整体衣服会显得有点廉价 黑色的卷边的话就比较的 没有那么明显 就藏起来的感觉 然后穿上这条小裙子 这个时候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奥莱的另外一个发现 我知道Stewart Wiseman已经非常过气了 但是它的确有非常多的款式 还是经典 不会有这么好的折扣啊 就是这一双非常精致的战斗小皮靴 我记得我在芝加哥的时候 那一年刚刚出来这个 还有什么McKenzie 我当时去试了 好想拥有啊 可是好贵 真的买不起 当时现在我也不会原价买 可是这一次就在那边红标 200到税后就买到这个鞋子 原价应该是接近八九百块 这种短切其实对我这种 离形的有点小粗腿的人来说 也没有说很友好 但是人家就是喜欢嘛 应该想象一个 穿一个透色的小黑丝袜 哇 这个鞋子美翻 然后我为了给你们展示 这个毛衣的扩形 我换上我身上的这条塔 这些烂牛仔裤 也明显可以看 特别是跟那个下半身的颜色 拉开差距之后 那个裁剪就立马显出来 这个毛衣是我这次买到最 最满意的 最后一套呢 其实是跟刚刚条纹扩腿裤 非常类似的一个穿搭 但这个条纹 首先它的条纹是从 这个胸口开始的 然后它有一个 这几年非常流行的 这种厚的拉链领 以及它的颜色是 黑色跟乳白色 所以会跟刚刚的海军的那边 又拉开一些些的风格差距 这一件会比较像美式时尚的横格纹 而刚刚那一件 我觉得比较法式 然后这个裤子吧 这条裤子我不能说它是神裤 因为它其实 你要单穿它 特别是你把下半身 整个裸出来的话 是会有一点显胖 但是它真的很舒服 因为它是这种松紧带 然后拉上去穿的 就有点像 maybe像Lululemon 最近很风靡国内的神裤这种 就是很舒适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 是它的裤肠 它在做到是这种 扩宽腿裤的同时 裤肠呢稍微让我没那么头疼 不像刚刚那个裁剪非常好的 那个是绝对傲造型的时候要用 但这个的话 哪怕是平时我要做个打底裤穿 我就不需要去登什么防水台的鞋子 或者怎么样 这个平底鞋就搞定了 同时再给大家搭一次这个 阿迪达斯的Samba 是不是非常百搭 我还是挺推荐为了时尚去买这个鞋子 但它的确没有说非常舒适 哦对对对 说舒适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这个防水台UG机 虽然价格美好 拿这一款来打成是有原因的 就它这两边的这个刺绣 挺硬的 所以一开始穿的时候 绝对会流点鲜血 或者你是要穿一个很厚的长袜 把那边保护起来 总之是需要磨合的 我爱淘宝 你看我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 这种小的水桶包 质感非常好 这种荔枝皮的 也还挺能装 但是它好像 就是我昨天收到以后 发现它并不能装我的电脑 我就立马又下单买了个大号的黑色 但是整个它这些做工 Oh my goodness me 就surreal 这个只要四十几块钱 这一款水桶包 我在什么J.Crew Banana Republic 就是这些美式的经典时尚品牌 它要卖三四百块钱 我也摸过那些包包 我觉得 I'm perfectly fine 买一个淘宝的三四十的这个 因为它的做工也真的很棒 今天的内容真的就结束了 这是我秋天衣橱的第一波 希望你觉得大部分的单品还挺有参考性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在下一波淘宝到了之后 开箱 相见吧 不论因为我都打不是 我开箱 我开箱 坐我